看了这么多七月路书 当我们提到越野车 你第一个会想的什么 木马人 卫士 奔驰G 陆寻 他们个个都身怀绝技 号称可以带你去到天涯海角 但在遥远的美国 却有一个像绿巨人一样的大块头 在我们还没来得及把玩它的时候 便黯淡地离开了市场 曾有中国资本与豪指千金将其收购 全因来自宇宙各星球的神秘力量 最终没能得手 这就是本期卢博北美的重磅车型 汉马 H1 要绿绿汉马的家谱 在美国那绝对是根正苗红 当初军方决定给士兵配备一款 高机动性多用途的轮式车辆 英文缩写即是HMMWV 后来被军方的士兵亲切的喊称Henvey 他由AMGNO设计兵制造 于1984年正式服役 军方对这台车辆在通过性能上的要求 是极其严格的 而这台车也确实做到了 410毫米的离地间隙 是当时大多数同类车型的两倍 进气口在距离地面1米5的高度 上坡涉水那都不交事 新车在韩文战争中一战成名 并于8年后推出市售版的汉马 H1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可以买到它吗 就因为阿诺施瓦兴格看上了 要说在胡来这方面真是没人能够比 在那个年代开一辆汉马 就和开一辆超跑有同样的感觉 开上它你就只有一个感觉 你就是这条街上最亮的仔 可以说在上市之初还是具有一定网红爆款属性的 另外特别关键的是 在当初它的起售价仅为5万6千美元 但受限于石油价格狂涨 这使得民用汉马H1的生命周期短的可怜 且销量极低 防御性能较差 军版的Henry也好不到哪儿去 但由于它传奇的越野性能和较少的存失量 目前在美国的二手车价格 基本都在10万美元以上 民用版的汉马H1几乎就是一台夹了壳子的卡车 而AM也确实是这么深爆的 这就意味着它不需要满足小型车辆的所有安全标准 例如它并没有安全气囊 主流的动力总成是通用汽车制造的6.5升涡轮增压 V8柴油发动机 搭配的是四速的自动变速箱 百公里油耗25升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这台 就是最原始纯粹的汉马H1 然后它跟军用的版本 外形上看似几乎一样的 可能军用的版本在那边的进气会更高一点 然后这台应该采用一个软顶的设计 当初您在市场买到硬顶软顶 跟后面的Vagon车型 或者这种卡车的车型 但是其实它的这个空间 后面的空间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是非常小的 然后从这里 打开 基本上也就能这么做两个人吧 装不估计在美国去Costco拿它买东西 都有点费劲 然后在这个车的后面呢 有接拖车的电源 然后也要接Trader的一个拖车沟 然后你知道这两个是干什么的吗 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要空投这台汉马的话 它在后面的这两个地方跟前面的 这两个地方啊 有这么几个接触点 你可以直接把你的降落伞挂在这里 然后要打开这个前面这个机器盖子的话 你要通过这里把前面这个杠先开 再把两边的这个插销打开 才可以这么打开 就在车的前面机器盖子 然后这台车的机器 大概是在一个这块的位置 它的V8发动机的机头 大概是在这样一个位置 所以它的机器是一直延展到你的驾驶舱的 它的作用就是当你在军队 当你在战场上的时候 开这台汉马是撞进房子里的 所以即便你前面都撞烂的话 你这台车一眼可以开 在它的坐进来之后 首先第一个感觉 我就是感觉离我的逛逛好远啊 李小七眼好远啊 然后首先讲讲方向盘 我们这个车主呢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偏向于竞技的车主 所以他给这台车改了一个如此运动的方向盘 然后在这边呢有它的电池 然后机油的压力 速度表 这边是水温 还有燃油表 这边是转速表 还有一个小小的时钟 然后这里面就是它打气的地方了 可以选择给前面的轮胎或后面的轮胎打气 然后冲气或者是泄气 然后绿色的代表的是前面的两个轮的胎压 后面代表的是后面两个轮胎压 然后在这边有灯跟仪表盘的灯光的亮度调节 还有雨刷器 然后车上喇叭在这儿 然后在档位这边呢有P档 道档 空档 然后这个圈地是一个高速行驶的一个地档 然后普通的地档跟一档梭纸 还有分区的几个锁 然后这边是一个手扇 我觉得我现在好像在开一台大卡车 其实它的方向盘比想象中要7米很多 但其实这台车它有很多的不同版本的燃油发动机 有柴油版的好几个柴油版本的发动机 跟一个汽油版本的方向接近 来看一看 这就是为什么这台汉马之所以人们不管它叫一台汽车 或是一台皮塔 不管它叫黑色的汉马 你看那边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看着你 它仿佛比你开任何一个超跑法拉利 还要来的更加配合 我们现在地板游一下 也就是这样 我感觉它的加速性能应该 可能是足够咱们的超跑私欲呢 其实开起来它的感觉 你想象中的 虽然视野上会让你感觉这台车非常大 但是开起来的话 这个方向盘的整个的助力的感觉 包括油门的这种回弹的力度 都不会让你有特别大的压力 但是我相信你把它开到路上 可能在有人加速的时候 插缝 并不能够及时的定上去 这么大台车如何优雅才能上车呢 这边有一个手环 不太优雅是不是 赶紧的 刚刚讲完了迷用版的 我们今天就来找了一个真家伙 一个车车在附地的 它已经有一个旱灵是不是 你看这台车 全它的车的整个结构 是发动机的 包括上次我们已经讲的 这里的轿载的锚点 都跟咱们那一台一模一样 但是它这台 前面的红转钢梁已经取消掉了 而且它们 因为是一个博物馆 它们给轮胎转气的地方取消 那你会看到了 这里的车给你讲的 这个进气 比这个车顶上的高 这边的排气 有点瘦量 从这儿就据到这儿 这是一个空率的一个仪表 它会告诉你这个空率 什么时候就要更换了 然后我问它为你 你说你怎么取的地方实在太厉害了 这个空率 可以 才说 这个车 表现就没有多大 然后因为外表 这个高的紫带紫 所以这台车 要说你们怎么呼吸 它们说 憋口气 这么开过去 你受得了吗 其他地方 它的这个军用版本的汉V 通常情况下是三档 然后名物版的汉版 汉版是四档 其他呢 在军用的版本中 它们的发动机也有不同的尺度 这一台的军用就比较小点 所以它们在这里有更多的空间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们要在这儿架一架机枪 然后它们的这个另外一个士兵 就站在这里边 但我真的觉得这不是很安全 这也是为什么美军最后 在2006年开始 把这台车慢慢的紧替换掉 首先你看这里 没有任何的放弹 然后呢那边还有一台 那是几乎有什么放弹 另外呢就是汉马H的一盘 他们做试验 如果说遇到了这种炸弹的袭击 你驾车车里停下来了 除了现在他们替换 汉V这个版本的军车呢 在这方面做的都不太强 所以汉马H1 是从来退出问题 从来不管回来 还是什么事 汉马H1作为专业的越野车 在越野江湖中一直都占有一席之地 但作为一台日常交通工具来看嘛 开着它上街 基本上就都是为了面子了 纵观美国汽车工业史 一战回来的大兵有钱有钱 吵起了曾经在战场上驾驶的大空间Suburban 海湾战车回来的大兵 本来也很有可能把汉马H1带到一个新高度 可惜有的时候真的只能怪声不逢时 好了这一期萝卜美美到时候就结束了 有喜欢的朋友希望你们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